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对上言清彪 言宽恒 或者是严利敏等等 林静怡她的声量都是暂时领先的 那我们来看因为林静怡怎么样呢 她的特点包括是全国的知名度 还有论述能力 战斗力也都非常的强 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也没怪 没怪什么呢 你看到是蓝颖立刻在操作 她是空降的 对于选区很陌生等等这些事情 那国民党出手之前 要去想一想 韩国瑜选高雄是不是空降 不要这样啦 常常都打自己人给大家看 不要这样啦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看 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泽 她在攻击 她在讲的事情是说 林静怡医师你身为VICP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审议小组的 这个唯一一席的妇产科的代表 那她讲的是说 你这个请假的次数为什么这么样的多 今年目前只有出席过一次 国民党又健忘了 之前大家记不记得 国民党曾经还开记者会说 你不能够介入 你不够中立 那怎么现在又反过来批她请假呢 说实在的 进厨房就不怕热 林静怡她现在被质疑 她立刻在她的脸书上 交代清楚究竟整个来龙去脉是什么 不过同样的 言家也要被检验 那关于林静怡说过 在这一区的选举要穿防弹背心 大甲正南宫的董事长 言清彪就驳斥 没有啊 你去问 有什么人亲鬼 当时是这样讲 那绿营的陈世凯 那时候跟言宽恒有对战过 他就说 对啦 警方要求之下 有啦 我有穿就是我 就是那一个人 那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就再次抛轰说 哦 彪哥可以这样吗 怎么会睁眼说瞎话呢 那周玉寇更是批言清彪 绑架了大甲妈 霸占正南宫的董事长22年 常年说及兄弟啊 宫廟还有郑志余一生 谋取的是私利 已经造成是正南宫的管理阶层 有这样的反弹 那却有人这样讲 说你在骂这个言清彪 就等于是骂妈祖 那这个逻辑其实我也听不懂 言清彪等于神明什么时候 画上等号的 很奇怪 那因为宫廟非常庞大的这些利益 香油钱如果说真的摊开来 那言清彪是不是也经得起检验呢 言家在补选这一仗 又是在盘算什么 因为现在一直调的 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讯息 但是不是他们又很奇怪 那今天传出来的是 国民党他的态度是 17号 打算在17号的时候说要征交言宽衡 但是呢 传出来又有这交 他说但是我们要保持低调 所以党中央一度想的是说 那就先让言宽衡去中选会 先去定期 然后事后呢 再到中常会里面 再做追认他的资格 这是哪一招呢 人家是在地上帝共的 在地最强的严家要参选 国民党居然要这样子遮遮掩掩 是什么一回事 另外呢我们来关心 说到我们的这个本土疫情 说坦白的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加零了 可是呢 有人在在造谣 尤其是从对岸这边传过来说 台湾人现在在囤物资 有什么民心非常不安 不稳的一个状况 真正囤物资的是什么人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这边 我们看到是中国 中国他们在中共 十九大六中全会 是八号要来举行 那北京这边就说 我们有防疫的考量 交通的部分要严格管控 你要习惯都要严格的管控 那北京这边的人感觉就是 你这个不叫做封城 什么叫封城 他们的欢乐 所以就掀起恐慌 也因此带动了 有一些人就在囤物资了 这是对岸的情况 但实际我们来看 那北京的疫情究竟是如何呢 现在正在扩大当中 我们来看到的是 北京它的本土确诊的病例 新增有39例 那除了说传统就是说 人与人的接触 我们在家里面 家庭的传播之外 就是打麻将害的 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去打麻将 造成的一个传播链 那中国还有另外一个震撼弹 我们来看到震撼弹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 彭帅他知报说 跟中国的前副总理张高丽 有不伦的关系 而且呢 蛮神奇的就是辈分截图了 包括后续 他们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要怎么样 要偷鸡摸狗 彭帅张高丽等等关键字 是被封锁的 但是中国网友哪有那么笨呢 所以他们拐个弯 他们改用彭于燕帅 或者是彭于燕又高又帅 这样的方式 规避一些关键字 但是呢 大肆的正在讨论当中 那更震撼的是什么 我们看这一篇延伸阅读 延伸过去 怕死人啊 中共的官场文化是这样 高官包养其父 只有更多没有最多 真的是很恐怖 那为什么 这个时机点 我们说这个彭帅他不忍了呢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 他的观点是这样 他觉得 因为张高丽他是江派的 所以就是在斗啊 那为什么要 这个时间点要斗 已经退休的张高丽 他说代表习近平权力 不如外界想象 那么样的稳固 好 我们要看的是 这一起不伦练 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权斗内幕 稍后进一步来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各位好 大家好 还有欢迎前民进党的发言人 颜若芳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财经记者姚慧珍 各位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 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黄敬平 各位好 大家平安 稍后还有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长林廷辉 会加入我们讨论 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昨天这一场正式的征召 民进党的中职会已经通过征召 要提名的是前立委 林静怡要出征 明年的1月9号 节礼拜天 这一场的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的补选 而且小英总统表明说 什么条件 这样来看 静怡都是一个最强的人选 我们一起来看 勇敢接力 赢回正义 简洁有力八字口号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亲自宣布 明年1月9号中二选区补选 征召前立委林静怡 静怡是我们最强的候选人 那么我给静怡的任务 就是要拼下这一席 不要让拖累台湾的力量有机可乘 可以见风插针 我想我有责任 在国家跟党有需要的时候 我应该要承担下来 不论是接下来在国家重要政策 尤其国家的国防 外交议题 以及重要的民生政策 我们都会一起携手 继续努力 表明要接放 替陈伯伟顾好外交国防委员会 出战中二选区补选 林静怡坚承重责 陈伯伟遭罢免当天 就直接电话争取意愿 林静怡点头披战袍后 持续发文针扁时事 地方脚步也加紧追赏 上周末台中小英之友会 从一届总统府资政 李茂盛到产业界大佬 罗荣元李嘉敬 林静怡一个一个握手合影 也亲自致电中二选区六席议员 杨点中脸书也发文 力挺党中央会征召 最有胜选机会的人选 连原本呼声很高 角逐该空缺的市议员张家安 也已经正面表态 好不好意思我先上去好不好 我们会一起努力谢谢 倒数70天党主席征召令下 形同全党动员 林静怡出战中二选区 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 我们有信心 让希望台湾更好的人 一定会赢过 只想半岛台湾的人 三连新闻由嘉伟 温文轩 SNG小小族 台北报道 今天这个CDC记者会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的是 刚刚已经宣布说 我们本土是有一例 那境外一路也是一例 那目前方方面面都比较松一点 比方我早去运动的时候 我有点吓到 我自己还是习惯 我会把口罩戴着 可是我隔壁也没有戴 老师也没有戴 我们是做瑜伽 原来其实这个部分也解禁了 还是我比较谨慎 原来解禁了 我口罩还戴着 不过我们来关系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来看的是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的 补选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的是 昨天民进党的中职会 党主席蔡英文 同时也是总统 小英总统特别推荐 他推荐静怡 他怎么样推荐呢 来我们看三个勾勾 来有勾勾的地方 他认为林静怡就是一个 有热忱有专业 也有一颗爱台湾 愿意为台湾努力奉献的心 有丰富的国会经验 有国际观 是有经验的战将 有侠气 有意气 反恶霸的时候 全力的来收听 然后当然现在 罢免被通过之后 他也挺身而出 要为台湾守住这一席 他说我给静怡的任务 就是要拼下这一席 不要让想要拖累 台湾的力量有机可证 可以见缝插针 我们有信心 希望台湾更好的人 一定能够赢过 只想要绊倒台湾的人 勇敢接力 赢回正义 小英总统五高代 那我请教这个慧珍 同样身为女性 那因为你也没有政党色彩 所以我请教你说 静怡这一个人选 你目前为止怎么样来看 这一帮接在台中第二选区 来参选 是 其实我觉得静怡她跟 颜宽恒最大的不同处 可以说是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 静怡的爸爸叫谁 这就是这一句话 已经就是说明了一切 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说是 林静怡未来要跟颜宽恒选吗 我觉得不是 是林静怡未来要跟 整个地方派系 整个颜家 甚至未来的就是 整个中国国民党 然后跟他们的整个地方派系 结合起来的力量在对抗 那我认为其实这一点 对她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因为一个女生 那但是以静怡来讲 我认为她是非常绝对 可以撑起这个重责大任 我曾经看过她那一本书 就是《诊间的女人》 她这个《诊间的女人》 这一本书 她其实讲的不只是 女性的病患 她其实也是讲女性的医师 在整个白色象牙巨塔里面 象牙塔里面 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就是她在当朱元医师同时 她还继续念硕士 她已经累到自己 发高烧的情况之下 还是继续上班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代班 然后她自己处着拐杖 一样是在那个 处着拐杖 一样是在她的诊间里面看诊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 他们的人力吃紧到这个地步 完全没有人可以帮你上场 代位上场 然后她所有的一切写下来 我会非常从内心里面 佩服这个人 你知道我们一般人 尤其在念书 还要兼具工作 其实是很累的 再加上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那样子的一个 医疗的医界里面 你一个女性 要跟其他男性 如果说你见不来 人家就说 女生嘛 你看女生就这样 可是事实上 她对于 她就是为了 不要人家讲这样子的话 她再怎么样 身体不舒服 她一样是上场 那我觉得 就是说现在很清楚 从昨天的陈伯伟讲那句话 她说林静怡是我 送给中二选区最好的礼物 其实昨天陈伯伟在现场 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听了我觉得非常感动 第一件事 她有点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她说 大家觉得我学历不高 没有关系 我们派出 学历比 学历高的 大家认为说 好像我在专业上有一些疑虑 没有问题 我们派出曾经当过委员的 有国会经验的 对 然后大家可能认为说 我以前挨打电动 好像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派出医师 所以你知道 林静态 对 所以你知道 他昨天的这一期谈话 我看到的里面是 一个团结的绿营 一个团结的保台派 一个团结的抗中派 然后我们要对抗是什么 对抗的是一个分裂的亲中派 一个分裂的国民党 为什么说 我会说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 其实国民党好像今天有说 17号要正式征召 严宽很久 今天4号 17号还很久 对 就里面的变数很多 第二件事情是 昨天我有特别提到 我觉得其实严家 跟整个国民党之间 可能还有一些事情 没有讲清楚 没有瞧清楚的 包括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诚意 你为什么朱立伦 不直接找可以决定的 那个严清标 标格来公和勤测 你为什么是找严宽和呢 那显然我觉得 以标格的态度来讲 他也会认为说 过去在罢免这一场在里面 我严加出人出力 结果呢 你们这些国民党下来的 朱队友 捅一些不该捅的事情 把我搞得满身 又戳了 每一个标都射在我自己身上 我真的名副其实成的标格 身上全部都是回立标 然后呢 现在其实对朱立伦来讲 我觉得他也面临到一个情况 我到底 要不要把这种地方派系 再纳入我整个国民党的 一个未来的体制里面 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是我要去强调一个 健全的政党政治 如果说我今天国民党 要走一个比较健全的政党政治 还是由我中央来下令 有中央 然后我对于这些比较地方 有疑虑的黑的 比较相关的一些 大家外界比较质疑的 这种地方派系的势力 我不愿意那么重用的情况之下 那人家严清标会认为说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 把我当工具人吗 用完就丢吗 那如果说今天 朱立伦真的要把标格 他们这些纳入整个 一样是国民党 以前这种黑金体制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选民也会认为说 都已经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用这样的情况 感觉上好像有一种 老旧的一个体制 又再度回魂回笼的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们两方陷入一个纠葛当中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资源打下去 到底谁要撒这个资源 第二件事情 难道严家 他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赢得这场胜战吗 如果严家没有绝对的把握 赢得这场胜战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其实可能赔了夫人又责兵 所以从种种的一个 迹象的一个显示 我认为其实 林静怡的机会非常大 那现在也变成是说 唯一要胜访 就是大家现在开始用一些 不实的或者是恶意曲解的新闻 来攻击他 像是什么 现在就讲到他说 你不是一个疫苗小组的 一个相关的审查 审查小组的成员 结果你怎么过去 人家明明开了九次会 你竟然请假请了六次 为什么请假请了六次 林静怡今天就是怒了 直接讲说 我请假请六次 还不是你们 你们一天到晚说 我是我帮高端在辩护 我因为是要帮高端 立场不够中立等等的 对 怎么评审兼财派 然后攻击整个小组 审查小组的一个立场不中立 把整个审查小组 讲成是在帮高端护航 讲成这么难听 那搞成这种情况之下 我为了避嫌 我为了不要因为我个人的一个因素 而导致外界 然后把整个审查小组都变成贱拔 所以他说是因为这种情况之下 我才变成后面比较多请假 结果我去了 你说我那个裁判兼求援 我不去 结果你又说 你又攻击我 我说你看你请假 你请教袁医师 为了去上政论节目 还说什么 你领钱不做事 不好意思 人家那个会没有去开始 没钱 所以我觉得你光看 他昨天才公布 今天这样子类似的新闻就已经出来 而且还有很多的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的打 所以其实我要讲 静怡真是辛苦了 为了台湾 真的只好把你当成就是一个 你知道吗 你要不畏所有的抹黑 不畏所有的这种恶意的攻击 把你的政治防弹背心穿好 当然了 真正的防弹背心也要穿一下 刚慧珍讲到是说 她那个整间女人那一本书 我觉得静怡很有资格再出另外一本书 是我在南太行医的日子 我之前曾经访问过她 我还是这个在当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那一年刚好是她被列为不分区立委 然后我去采访她 她就拿出来说 她整个相关的资历是怎么样过来的 其中有一段 她是去友邦涂瓦鲁去做医疗 因为那边的医疗资源其实比较贫乏 她一个女生然后到那边去做医疗上的奉献 这个要写一本书也是还蛮足够的 这是她这个用她爱台湾的心 她可以爱到我们的友邦去 但是黄哥我给你请教 因为现在我们看 就是刚刚慧珍的确讲到的这一个东西 蓝营开始 又过来 这边是在讲说 你看她那个审议小组当中 她是唯一一个妇产科的代表 那会议请假之数 你又是最高的 说今年只出席过一次 那其实这个VICP 就是预防接种的要害救济审查的召集人 这一个医师她说 我们最近没有孕妇的申请案 所以其实相关的审查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你可以再去看一件事情 这个是八月份的时候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我们来看 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委员 求援兼裁判 然后再讲说 你们为什么都是在护航高端等等 而且讲到什么 国民党开记者会要干嘛 说林静怡你应该要主动请辞 你不适合在这一个单位里面 当初要人家请辞 说不能够介入 现在回过头来说 你怎么一直请假 你怎么没有去 不会觉得说他们自相矛盾吗 其实八月份那个记者会 国民党是搞了一个超级大乌龙 就是他们是完全不做功课的一个政党 因为VICP是指你接种疫苗之后 如果有产生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你认为你个人认为是因为疫苗所引起的 所以你可以申请到这个救济小组 经过专家判断之后 如果确定的话就赔你钱 像前几天还赔了一个三十几岁男性九十万 因为他打了AZ之后有那个血栓嘛 那八月份的时候高端都还没有开始接种 怎么会有案例到VICP里面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个是超越时空吗 好八月份国民党的记者会开了一个 搞了一个超级大乌龙 当然这个政党从来也不会道歉了 结果现在但是现在八月份这个证据 正好来证明说你国民党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要都听你的就对了 你说了就算 做人真的很辛苦耶 不去开会你说偷懒 去开会你说护航 那你要林静怡怎么办 而且VICP它里面的委员非常多 绝大多数的医师 如果你是医师背检的话 绝大多数是感染科跟小儿科 为什么绝大多数是感染科跟小儿科 因为在所有的医师的科别里面 这两科的医师对疫苗最了解 所以绝大多数是感染科小儿科 那静怡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妇产科医师 所以他也受邀 是因为万一如果有孕妇的话 他可以提供妇产科的专业意见 这是他当时进到VICP的最主要原因 好那现在呢 就是说第一个 邱南昌医师讲了 最近没有孕妇嘛 所以林静怡有没有去 其实差别没有很大 因为其他有感染科跟小儿科医师 还有其他科别的医师 他们可以帮忙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会就如同静怡自己讲的 他不是薪水小偷 他是有开会才有车马费 没开会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有点像一个荣誉值 而且据我所知公家机关车马费大概就两千块 其实少得可怜 而且因为他刚刚在脸书上回应 他po出一张照片 他还视讯开会 他其实好像坐在大概电视台里面 因为在准备上节目之前 或是中间的空档 然后他就说人有索摇 视讯的会议也OK 那个就没有里车马费 但是他的奉献还是有 他提供他的专业的意识 对啊 而且我 因为我在三立就看过好几次 静怡在录影前 就坐在我们七楼摄影棚外面 那个小吧台那边 在那边视讯啊 我那时候还想说 我还笑他说 你怎么电话这么多 原来他是在视讯开会 所以我觉得你拿这个去攻击 一点到底有没有 但是呢 我今天发现 今天开始发现 这个秋楼和当时攻击陈伯伟 一样啊 对 我都怀疑是同一家公司干的 就同一批人干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开始有网络谣言出来 说林静怡你当不分区的时候 你参加争论节目比开会还多 你都不去开会 你都上争论节目 这是不是跟当时攻击陈伯伟一模一样 我相信静怡在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出席率应该是很高的 因为我手边现在没有数据 但是我相信他的出席率很高 那立法委员或是任何的民意代表 他到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去宣传他自己或是捍卫 他所属政党的政策 请问有什么不对 这也是在行使立委职权啊 只要他不是因业废食 说真的都不去开会 然后整天都在电视台 我讲的好像是某一个台北市议员 A是台北市的还是新北市的 都有都有都有 但都不是民进党的 所以我觉得你 这个七五楼是一模一样 我相信静怡应该 虽然静怡是一位女性 但是我认为她的心理的 那个健康的程度 远胜于很多 接下来会讨论议题 我都可以先跟大家预告 你结过几次婚 你谈过几次恋爱 大概这些题目就开始出来 因为所有一个比较守旧的社会 对一个女性政治人物的攻击 大概就是这几项 你有没有生过小孩 你结过几次婚 你谈过几次恋爱 为什么男性参政 没有人去问她这个问题呢 你不觉得社会很不公平吗 有没有人去问一个男性的政治人物说 你有没有小孩 你结过几次婚 你谈过几次恋爱 为什么女性就要遭受到这种待遇 所以我觉得静怡的参选 其实除了为中俄选区 我知道中俄选区像很多选民 他很不甘 那近以来正好 让你们这个不甘的心情 有一个利用投票 有一个发泄的管道 而且我也觉得 如果说一位女性 在中俄选区相对是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选区 如果能当选的话 对台湾的政治改变是很大 就像有一个台湾裔的女性 36岁无迷 当选了波士顿市的市长一样 她是波士顿200年来 第一位女性市长 而且是第一位非白人的市长 这个对波士顿意义重大 而我觉得静怡 如果能在中俄选区当选的话 对这个选区的意义也非常的重大 好我们看静怡她在她的脸书上 为了这件事情 她特别做了一个回应 车马费那个部分解释过了 那她说你看啊 国民党又要抹黑 我跟其他的专家说 在这个会议当中 是要护航高端疫苗 那她其实也很担心说 其他人也会被连累 她后来即使时间可以配合 国民党每次只要这东西 她都能够打 于是呢 她暂时采取说 那我先不要出席好了 你现在又说我出席太少 然后如你们讲说 因为我又是护航 你就是非常的错乱嘛 她附上一张照片 我们看这张照片 对了我们外面七合五物 就是我们公司 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八台区 还没有要上节目 或是下节目的过程 她在线上与会 提供她的这个宝贵的意见 那我们来看看 奇怪 国民党是什么进行 今天是11月4号 那可是呢 国民党等一个人 等一个严家 等等等 说要到17号考虑 用征召的方式 征召严宽衡来对战 可是为什么要拖这么样的酒 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说 这样整期 他先去定期 定期之后 我中常会再来追认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严家从成功不必在我 现在新的态度是说 征召的话 那可以选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三号民进党中职会上 前立委林静怡确定批刮上阵 参加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反观国民党 目前人僵持不下 严家迟迟未表态 现在蓝营内部传出消息 预计在17号中常会上 将正式征召严宽衡参选 好多乡亲一直在推严宽衡 我想这大家都知道 他过去他们严家的服务 还是受到乡亲一致的肯定 地方去欠进严家 大家就朝这个方向共同来努力 到最后我们把人选往上爆这样 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传出已有解套方案 一方面可能开放有意参选者领表登记 以民调决定人选 但如果严家无人登记 或其他人民调太低 将不排除请党中央征召严宽衡 双管旗下 另外蓝营人士也透露 中央党部仍把立委补选 当成严家的战争 应该没有人会相信严宽衡不选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他们最近在演的 这个很假掰的戏 大概就是希望 国民党给严宽衡一个黄袍加深的过程 严家有一点摇跪街街里的动作 不过或许整个过程 他们也是想跟国民党中央 多要一些资源 罢免安通过后 绿营一星期内就快速整合资源 推出林静怡出现参战 再看蓝营迟迟没对外公布人选 致电求证严宽衡服务处 依旧没有回应 参与新闻王子宇仲博军台中报道 好现在严家目前感觉上 听起来就是在2号跟朱立伦主席 跟严宽衡两个人见面之后 然后其实本来还有传出一个抱怨的声音 怎么搞像说朱立伦认为说是严家的选举 怎么是这样 可是今天现在的进展是说 国民党才征召的方式 最晚在11月17号可以来确定 党务人士透露是说 我们全党认为 如果不是严宽衡来算 不太好 当然还是严家 严宽衡来选是最好的 那我请教这个静平 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转折 或者是说 为什么严家需要这样子 一直思索一直思索 参考要参考这么久 已经过几天了 你不知道是几天了 是怎么一回事 我相信这个可能还在拔河 拔河为什么 就是因为国民党中央的确是 从朱立伦主席到党中央一些决策人士 可能觉得还是由严宽衡来代表 这个本来他是上一届的立委 就是在2020年改选以前 他那个落选以前 他是上一届的 之前他就在那边当过立委 然后而且又是在那边 等于是结合严家和黑派 地方派系的势力 还是由严宽衡代表 最具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顺理成章的人选一样 因为这方面 国民党的确在那边 不适合找到在地的 可以有这个意愿 本身有意愿又有实力又可以一战了 就是等于虚衡地方派系 大概就只有严宽衡 那严宽衡他自己本人是持保留态度 我的听到的消息是 然后严金标也的确希望 他保留可是他在干嘛 传简讯说拜托拜托 然后呢 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没有休息啊 糟蹿照上去走就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这个一定要做的 因为这个他就算这一次不选 你想想看2024年他要不要选 我假设他这一次不选的话 不选1月9号 明年1月9号他不参选 2024年他还是要做组准备啊 所以随时准备好自己 随时要招他跑他跑 除非他从此以后退出政坛 他可以轻松的继续处理 他们严家的事情或事业什么 他完全不要去管这些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打算跟想法 就算不管1月9号要选 或者2024年要选 他都要继续做他的这个工作 只是说现在1月9号去的话 我们一直在讨论过跟平熙 他的状况是可能一定会满身伤 全部都剑拔 严清彪他爸爸也希望他儿子去选 但是又害怕他受伤害 那我很期待他由他 就是由他儿子披挂上阵 又怕他担心说完了骗铃铃铃 甚至会不会影响到这一次 甚至这个跌 还是又跌了一大跤 2020年落选被陈柏惟打败之后 万一1月9号又输了呢 那2024年还有没有机会 他们要考虑的很多方方面面 所以我从头到尾就讲说 很多人讲说他妹妹严利敏上去 我从当三立我们那一天 在开票的时候 我就讲严利敏也不可能去 因为这个慧珍有听过我讲好几次 那种大风吹工程太浩大了 黑派红派议长副议长 对不对 那种黑派议长副议长 那个红派副议长 那种势力的角力 红派议长黑派副议长 那种大风吹太 他不是单纯一个议员 但是我好奇 现在布局到说 那个 不然你先定期好 那登记完之后 中常会再追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我觉得这有点 类似想要赶鸭子上架 就先半红半片这样子 你就先登记了 到时候没了 就你了啦 我觉得为了 严格像你那样痛苦要做啥 所以呢 他很委屈耶 太委屈了 他委屈是因为 他可能跟国民党之间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什么过程当中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怎么这支延架权 国民党你要不要提人 诸如此类的 那的确国民党在 他不是说代表 我如果今天党要征召一个人 像静怡的情况就是 粮啊 你粮草还要帮我准备啊 资源要下来啊 那既然说到要征召了 这个粮草的东西 如果是说好 应该就好了吧 你讲到粮草 国民党的粮草 恐怕还不如严家 我说在当地 在地方啦 我说就平常先讲啦 在地方 在那个地方 恐怕还不如 那严格刚才 国民党不要 叫严家多出什么 就阿弥陀佛 真的啦 我说彼此这个能够支持他 然后让他这个 可以去好好的决定 然后到底怎么样 那刚刚讲那个程序 是真的有点想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重点就是一项啦 气氛啊 因为粮草的话 我严家比较大的话 我干嘛现在在那边 中中嘟嘟嘟 对不对 所以两边就需要 没有巧好 两边就需要真的很好 好好的去谈 严家也希望国民党出一点粮草 对严家也很伤 他两年要选三次 晃哥国民党真的没钱 彩米油盐酱醋差 没有多少钱能够去资助他 彪哥坑那个 严清彪他们这个地方派 也大概知道这个状况 大概也不会去 去跟共民党拿这个来 什么讨价还价 没有必要了 国民党今天 金石金地什么地步 不用达同脸 彪哥要的是你们的真心 你讲到重点 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真的挺我 还是什么 到后面没人了 非我严家 用真心坏了你们的绝情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 大家不妨冷静思考 我会建议国民党中央 也会建议严清彪家族 严家大家都各退一步 就那干脆这样 严清彪家族 包括严清彪眼眶 都休息一下 不要去掺和这一局 2024年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选都OK 敬平真的是始终如一 你从一开始开始讲 就说应该要休息一下 不然他现在烦恼 是我休息一下 你整个人去百人跑去 你真的有实力 就像刚刚你讲的 他不是现在在 那个跑行程跑摊 然后拜托什么 你真的有实力连续两年 你不一定要有 那个身份跟头衔 或者是在那个位置上 谁会跑摊跑两年 都可以啦 那个选举 没有 当初乡美琴在花莲 多点十年 我议员先不做 两年后我再来选 脚膠不是有问题 正常的这个政治人物 不可能会这样 以他家在地方的规模 跟服务 和他们的这个 这个人际网络 和他的势力 我相信这一两年 很快时间就到了 这没什么 这个不需要去赶着 在1月9号 所以我还是 那个一样的主张 会建议希望国民党 不要这样子 这个半推半就的 去好像是去跟严家 严其这样的一个不开心 大家不如好好地思考 国民党也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 不管这一战 1月9号是赢还是输 当然能够拿回这一席 是最好的 能够这个变成国民党 再来赢这个立法院多一席 没有拿回来 一切都回到了这个原点 没有关系 就是把这个事情准备好 明年年底 以及2024年再战 选举就是两年地方选举 四年地方选举 四年中央总统 跟国会选举 没有关系 不用一定为了说什么 这个时候 然后就派严调提早 这个严宽很提早上阵 我觉得有时候吃筋会弄不好 静平的分析是比较不一样 静平讲的是一个角度 可是我试着从黑派在地方上 维持他的影响力的角度来看 颜佳如果这次不参选 好 红派在二选区 大概有两万多票的实力 黑派大概比较多 黑派大概有四五万票的实力 所以今天假设我是红派 那我好啊 你颜佳 你这次主动缺席没关系 红派我就派一个人去选 我这次 去电话我贏了 我这次输没关系 我冬队联兵啊 2024就换我再选一次 那你黑派就永远不用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 颜佳跟党中央朱立伦 各有算计 朱立伦是看准了颜佳非选不可 就如同我刚刚讲 他怕这堆肉举红派赢去 颜佳是看准了朱立伦说 你想赢你就一定要靠我颜佳 所以两边互相各自有把柄 握在自己手上 然后现在在等 看谁先出牌了 那现在朱立伦他也不出牌 照理说朱立伦不是政治新人 你今天这么期待颜佳选 其实很简单 我如果是朱立伦 我就约颜亲彪 我们来大家妈 我们来拜拜 对啊 拔杯啊 不用拔杯 用拔杯 那两个人就会来拜拜 交心啊 交心的机会 在神明面前拜拜嘛 对不对 拜拜完之后 后面有办公室嘛 对不对 就是谈一下事情就谈妥了 为什么 朱立伦跟颜亲彪 不是不认识 他们两个很熟 而且他的岳父高一人 对这种地方派系生态了解 一万倍 他为什么不做这个动作 感觉有点像是买房子 双面在斡旋 对 但是介绍一下 去职位刚好那种感觉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视讯连线给静怡 静怡昨天才被这个 征召要来参选 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静怡我先给你请教 你现在要去哪裡 因为我镜面上看到的 静怡现在好像是坐在车子里面 你现在要开始跑 第一个行程了吗 还是要去哪里 今天其实已经先 开会了我们在地的主委 等一下要跟国为的团队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 政治伙伴的团队 所以你已经要开始启动了 对不对 是啊当然要赶快启动 行程大概是排几个 然后大概有没有说 看到什么时间点 真的可以告一个段落 然后才可以沉淀下来 今天行程有几个 我今天早上六点多 就从台中出发 上扣姐节目了耶 对你从台北 然后又回台中去 是是是 我在这边中部 大概有三个拜 晚上还有一个跟我们中部地区 我们的这个 一个直播 对 所以其实你这个空战的部分 算是打得蛮情的 然后在地的部分 有陈柏维团队跟你一起 包括柏维说 你会成为你这个团队里面的志工 但是静怡你有没有发现 静怡因为你呼声最高 那时候大事应该差不多 但是还没有确定正式征召你 然后我们就看到过 民党弄什么十大金句 然后呢 故意要贴你说你是女版的陈柏维 再到今天我们看到 有关于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审议小组 这个委员的部分 VICP 然后说 你怎么这么会请假 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细分 就是说早就已经被锁定了 那你怎么样来看 当然从开始传出 我可能参加补选的时候 有这一些比较 不是很友善的言论 或者是风向 那其实像今天讲到那个会议 我就觉得 拜托你要处理 你不要找人家来找麻烦 而且之前国民党说 会是去护航高端 那我们就想说那好吧 那我们后面的会就不要去好了 省得造成人家困扰 你现在又说 为什么我不去开会 那我也再补充一下 第一个这个会议是有出席咨询 才有出席费 那没有出席 我们不会领人家甘心 第二个 我之前在他们质疑 我参加这个会的时候 我就说过 它里面 在省的个案 在省的个案比较多 而且这个会议 它在敲定行程的话 大概都是在开会的前两个礼拜左右 那我也必须说 我的有的时候 我已经有既定行程了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不要在 你要政治上 我们就来辩论政治上 应该有的政策 尤其我不断的提醒 朱立伦主席 你现在说 你的公投四个案子 你都要同意 那我不知道台中第二选区 接下来的候选人 他要不要同意这四个案子 因为其中有一个 所谓的三接迁移的这个案子 会导致我们可能要多烧 五百万吨的美 那中二选区的候选人 你总要回应一下吧 我觉得这才是 该谈的事情 那政治上面的事情 我们政治上 要去找这种专家委员会的麻烦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其他专家委员会 我觉得也很不好意思 好 谢谢静怡 因为讯号也不是那么样的稳定 我们先跟静怡说谢谢 来 我先请教博文哥 你有感觉吗 国民党来 而且就是如法炮制 陈伯伟那时候 他都是上政论节目 都不在选区 去上政论节目 不开会 等等的 构俗为编剧好像没有换人 所以剧本差不多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是死谁之位 就是说他觉得上次去抹黑 这个陈伯伟感觉有用 你看当时这个朱立伦讲说 他是三邻立委 三独立委 后来证实完全都是一派胡言 而且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感觉 至少在某一些群众部分 他达到这样的效果 而且到最后他觉得罢免案成功 所以他认为这样有效 所以他现在针对这个 我们林静怡医师 他现在也要针对 他的部分进行人格的这个抹杀 人格的这个谋杀 然后进行污蔑 但是我认为 上一次或许稍稍的让他得逞 但是我觉得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 因为选民的眼睛又更加血亮 我反而在看这一次的这个补选 坦白讲不管任何选举都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候选人本身的特质 候选人本身的特质 如果好的话 坦白讲对整个选战就会很有帮助 这一次包括这个 你看林静怡医师跟这个 这个对手可能是颜宽恒 虽然现在在拿巧 现在可能还在这个 看能不能多多多谈判 多一点东西 但是其实两个人的条件高下立判 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变数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到 是变数是谁 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可是在台中如果有采访的 会是谁 这是黎明幼儿园的园长 叫做林静怜 他今天在立法外面 立法院外面举行记者会说 我也要算 他要参选 他比严家讲的还要早 而且国民党其他人 就客气了 不用不用 我没有想要参选的意思 他说他要选 然后他讲什么 虽然参选可能会吃子弹 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来参选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讲到国民党 都会跟回力标有关系 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林静怡才刚被 民进党的征召提名 然后今天我们就看到 在攻击说 他是什么请假冠军 可是我们来看看 八月底的时候 国民党是怎么样讲林静怡的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题目 是求援兼裁判高的 这个意表 我们最大的问好 那我们看林静怡 这个前委员 他在7月23号 当高端受到的质疑 林静怡主动贴出 高端新闻稿 为高端背书 喊冤 7月27号 高端开放预约 林静怡主动 发文 推广朝队 我们针对 针对林静怡 这样子的委员 我们在这边 很诚恳的建议 指挥中心 诚恳的建议 蔡英文总统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建议啊 林静怡前委员 不要出席 因为你出席的话 或者是你离开这个位置 你出席或不离开这个位置 那些受害家属 会认为这是不公正 这是不可观的 你自己看 那当初是怎么配平 配平和人静怡都不敢去参加 就说时间 不然我就尽量不要出席 以免被你们在讲话 没想到现在又来盯 同一件事情 是你贵还是你 这讲得通 那我们再看看 包括还有什么呢 国民党在讲 林静怡不就是一个空降的人选吗 说地方非常的陌生 而且他们还认为说 你现在民政党派林静怡 这样乱了 我们其实说严加很好打 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我请教若芳 打这个空降人选的话 有票房吗 我觉得打空降人选 它一定是喊给 就是他们在地的一些选民 可是我觉得到现在 其实整个政治形态 还有选民的一个看法 其实已经都不一样了 所以国民党确定 他真的要打这样子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 韩国瑜是高雄人吗 他就选高雄市长 那现在大家也说 朱立伦是新北人吗 还是桃园人呢 他到底是哪里人呢 因为他当过新北市长 他也当过桃园市长 所以他到底是哪里人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空降这件事情 可能早期有用 可是对现在来讲 大家看到的是说 你这个候选人 对这个在地或者了解度 或者是对这个国家的 或这个区域 他愿意要付出的心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是这样 然后后面他推出的证件 这才是选民现在想要知道说 这个候选人 值不值得我们投下这一票 那当然你又回到刚才 严家 他们刚才大家都在讨论说 他为什么不出来 到底要不要出来 还是要人家挣挣挣挣出来 我会觉得说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在罢免的时候 严宽大家就说 你这罢免 严家就是为了要把 那个陈伯威罢免掉 自己上去 他那时候不是在讲说 没有没有 我们才没有 我们还退去第二位 现在摇整个小时 你怕被人家讲说 我现在第一时间跳出来的时候 人家就说你看 证实了你罢免陈伯威 就只是为了你严家 所以我会觉得说 静怡委员 现在静怡医师 他回去的时候 他在台中服务妇产科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十几年 刚刚我们在节目前 才在问说 静怡委员 那你这样带富坦克这样借账 接生的小孩到底有多少 不是生小孩 是接生的 是接生小孩 他光在台中地区这样服务 他至少也 我们在拆收上千个 他都没有上万个 过万了 那其实富坦克也不止说是小孩 还有很多父女妈妈们的 很多的一些 一些生病的疾病 阿公阿嬤 其实阿嬤啦 富坦克没有阿公啦 阿嬤 孙出生阿公很高兴 所以其实他就是 关心到整个台中地区的服务 我会觉得是国民党 现在打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部署 真的是很老套 其实我在还没有 静怡委员还没有确定 被征召之前 我跟一些 跑国民党的记者在那边聊 他就说 国民党那时候就说 他们超希望是静怡出来 我说为什么是希望 他说他们都准备好了 就要把静怡打成 女版成薄围 然后连那个什么 失言阿 然后出席阿 他说 他就说他已经听到国民党 已经在做这样的部署了 然后隔两 隔一天喔 也还都没有确定 静怡委员要做被征召的时候 就看到网路上 大家有没有丢出来 就是说 你看林静怡失言 然后什么 持大征据 就跟柏维 一样的方式入宿 但是我觉得 用这样子 虽然可能之前有用 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说 静怡委员也不甘示弱 很多的 该澄清的 该否认的 我们都是照样 一定就是直接直求对决 所以国民党在这样 我们宁愿看到 就是说 不管是严加 或者是未来 可能有其他候选人要参加 我们看到的是 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个 对于选区好的政见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公投 你要减燃眉 那你支不支持三阶吗 这就是叫减燃眉 我觉得因为 有很多观众 他可能会有点 不是很清楚说 三阶二阶 二阶就是在中部 二阶就是要提供中火的 那如果三阶没有顺利的 就是说街上的话 五百万吨的煤 就是要中火去负责 你又说 这个我又不要 那要怎么发电 要用什么来发电 对那不是用爱发电 用爱发电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就看到说 国民党你现在 因为看朱立伦现在 我们都知道说 国民党长期可能都是靠 派地方的派序去组成 然后去支持某些候选人 但是现在政治局势 已经不一样了 我真的提醒国民党 中间选民 还有年轻选民 在看的其实是人 看的是你的政见 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付出 或者是站在国家的立场 去推出这样的政策 所以中间选民 才是在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再一直推出这样地方派系 我真的觉得说 选民当然一定不会支持 尤其在这一次 柏尾只差四千多票而已 这已经是在地选民 对国民党 以及地方派系的一个怒吼了 我觉得不要再做一个什么 抹黑啦 人格的抹煞 我觉得如果要变 提出好的候选人 你做一个政策的直球对决 我相信静议委员可以讲出 非常完整也非常对在地 有好的政策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政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我们在庄有三个 就是说有参选经验的 我要问一件事情 我们看 因为静怡其实他点出了一个 竞技的话题 是讲说 其实这一个选区 希望说可以 一个选举不需要有恐惧 然后不需要装防弹背心 他讲了这样之后 那我们看看 刚刚不是有提到说 有一个 出来说他也要赚 黎明幼儿园的园长林金莲 他说什么 他也预告说 我知道这一区比较特别 参选可能会吃子弹 可是他自己已经讲到说 他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想要翻转台湾 从污日海线 让人民来觉醒 团结 勇敢做起 所以他今天开的记者会 正式宣布 他也要参选 那可是我们在讲说 那时候拿这个问题 去问这个言情标的时候 言情标回应是什么 有什么人穿过去问啊 那我先请教这个博文哥 你在选戏的时候 你有考虑说 对 好像这个选情情势很紧张 那个防弹背心 警方有跟你讲说 要来穿一件吗 我包括我们之前选过立委 然后选过议员 其实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那我是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在中央选区 特别特殊的是 陈世凯并不是 他那时候不是说 他自己要求保护去穿 而是有警方跟他讲 你要穿 这个基于你的安全 那一般这个警方会提出这样的判断 一定有收到怎么样的情知 或者他们做怎么样的判断 所以坦白讲 那一场战役真的蛮可怕 那事后证明怎么样 事后证明 陈世凯有一次是输一千票 一次是输五千票 对 这个都是在选立委来讲 那是一个极小的差距 所以当时 都是一两趴级干的 那很少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这个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所以警方提出这样一个警告 那我是建议就说 其实以 竟以这次下去 因为我刚刚就讲 他的这个相关的人格特质 候选人的条件 坦白讲 我认为是比 颜光感实在是好蛮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加上他又很果断的下去 坦白说我真的觉得他很勇敢 你知道选那个选区 其实那个选区还蛮大的 那个选区 不要说什么 我今天看到有一位 我很敬佩的一个团购的老板 486 他今天就说他捐了一百万 很多人说我哪有那么多 我告诉大家 以那个选区 你光看板 这个实在是 那个实在是塞牙缝都不够 因为 我跟你讲 你选举的时候 你看板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都要挂 这个挂不见得说 我知名度很高了 我为什么要挂 不是 因为在很多地方 民众要看到你挂看板 他才觉得 你有诚意在选 你是双金的 你双假 所以 他光是看板 我跟大家讲 那个行情随便讲 尤其你在乡下 那个看板都很大 那个看板光制作 大概都是 我看都上万 然后那个有时候 你还要去吊 你吊起那个吊车 一趟出去 大概都三到四个小时 差不多 挂 那个吊车一个小时 就收你五千块 不管怎么样 反正他一趟出去 一个小时至少五千块 然后他已经 给你三个小时起跳 所以你看光一个 看板要多少钱 还要补价值 对 你有些 你还要补价值 足价 你要弄音价 或怎么样 如果是 如果是铁的话 那更贵 如果是足价的话 相对便宜 但是 如果是铁的话 一般会要求 有些要求你什么安全 会要求铁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场战役 我看到 你看连严宽衡 为什么严宽衡 我2020年选一次 我2021选一次 然后接下来2022 再补选一次 接下来2024 你忘了 他妹妹也在选 所以他们的间隔 其实是非常 他们家里也要选 他们家族很有钱 他都必须斤斤计较 所以我就跟你说 敬以他多有勇气 他第一时间毫不考虑 好 党政之后我就下去 那现在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区域里面 我希望 只要选区在那个地方 或你户籍 有朋友在那个地方 真的多给这个 敬以时一点加油 一点鼓励 他那个鼓励的声音 我们是从网路上看 因为我们没去在地 我怕死人 好像是13万个赞吧 然后留言 我刚看应该是七八千有 非常非常的多 但靳平哥 你也算机嘛 你有穿防弹背心吗 因为彪哥认为 他的世界里面 哪有可能 算机需要穿防弹背心 因为他没需要 他不用穿 因为他没需要 他是不是有需要 你怎么样来看 我只有穿过竞选背心 跟相信跟在场的这个 有选过民意代表公子人 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 那是不是在中二选区 需不需要穿这个防弹背心 我觉得可能是外在 对于这个当地的一些治安 还有当地 包括派系的势力的这个 会有一种恐惧 或者是联想 那当然严青标他会讲说 有谁穿过 那当然陈世凯就马上说 他穿过 那所以我觉得会讲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人 可是你知道吗 他其实在那一个时空背景之下 他也很怕说 选民会被心情会受到影响 大家好像人心惶惶 他当时没有讲 已经2013年到现在 他现在是因为 有一个他的同事 也是他的大学同学 林德宇 就跟他讲 就帮他讲说 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证实说那时候就是陈世凯 后来陈世才可以跳出来说 对啦 我那时候的确是有穿防弹背心的 恐怕 所以我说在那样的氛围下 会有给人不同的这个联想跟解读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 这个大乌龙还有杀戮 以待那个选区 乌峰 那民众会不会有真实 也是一样的这个感受 说你选举的话 一定要去穿防弹背心 要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被开枪或怎么样 如果真的这么糟糕的话 我相信包括从警政署 到这个台中市的这个警察局 和那边那三那五个行政局的分局 可能我怕都要如临大 那我相信恐惧有 不然选民就不会在手上写加油 两个字不敢讲 那 我 voting 报告 报告